传统画完有一个十八秒 手的细嫩也好 粗糙也好 它是能反出来的 吴道子画的衣服 袖子画完之后 感觉能飘动 在1981年 湾文区的一条小道 踩着走到那大店 这帘拉开了 慢慢的也没适用 这个墙上那壁块银 就闪现出来了 头一次见着 这么精美 水平这么高的 十八种这个线条 好多的它都给运用去 当时就有那种临摹的欲望 它这沙等于是跟这油丝苗一样 细如油丝 丝越细越匀 你那沙的质感肯定越强 画那点白沙 我就找了四个白天 晚上我不敢动笔 发艺丝笔画 我是通过兴趣 我临了十年 我这十年 我提高了很大一步 后来听说成一寺有笔画的时候呢 那会儿没人拎过 跟发艺丝的清晰度 完整性 它根本就没法比 古建彩绘的地儿 一共十二个狮子 有点那种千变万化的感觉 其中有一个就是 雨水快给冲没了 就剩一点斑斑点点了 我老想说 我说这个狮子 它到底是以什么姿势出现的 绘画水龄 那没有发艺丝那难度大 就是得找这线条 找 斑斑点别 我就给它练呀 找了一个多月 没有一笔 我是瞎鳞的 滴着头 滴得这么厉害的 就这么唯一的一个 我说这十二个狮子 不管怎么着 它肯定有寓意的 我画的当中我就觉得 哎 这挺好玩的 好像我在考古 哎 我把这点搞不一样 哎 我把那点搞不一样